身裝白色隊服的盧凱族柔道選手王傑熙 在2022年世界中學生運動會女子組70公斤以上級的柔道比賽中 一路過關斬將 先是擊敗土耳其及巴西選手 來到金牌之戰對上中國選手 一開始王傑熙有些失掌不開 一度陷入危機遭對方反摔 有驚無險重新再站起來繼續比賽 雙方繼續纏鬥 王傑熙實施大外哥未成功 遭中國選手反摔取得半勝 中國選手之後再做壓制 在比賽勝最後兩分多中奪下一勝取得金牌 中華小將王傑熙在國內綱拿下111年度全中運高中女子柔道第八級冠軍 雖然在這次世界中學生運動會中敗給中國選手 但也為自己的運動生涯再添獎牌 原日新聞Lobo已故 整理報導 在祈祷最佳的最佳新行為 選手